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急劇升溫 七篤區中心信仰中心慶濟公 特地捐贈价值近14萬元 裡面備有75%酒精 泡麵罐頭苏打餅調理包飲料包 以及電子體溫計和垃圾袋等 防疫及民生物資組成的光懷包物資 給七篤區公所 協助區公所發放給有需要的七篤鄉親 幫助七篤人共同抗疫 媽祖沒有幾塊 我們啟知民社會 用自己社會 他信徒來給我們的力量 我們希望有機會都服務了我們全體的 我們的信徒搭送 希望這是你的機會 希望大家有全球的能力 把這個人幫共同助做 這次我們今天這個 信濟公捐了這麼多的物資 我在猜可能是在Omicron防疫期間 是我們基隆本人第一個公廟捐贈這麼多的物資 那感謝我們慶祺公七島媽 支援還有所有的我們的維吻 這個服務這麼多 你看要搬這麼多的東西也要需要很多的時間 那慶祿我們這個防疫期間 有很多弱勢家庭需要一些物資 那這些物資也可以 由我們代為轉送到這個弱勢家庭的手上 在這裡代表企圖局公所 感謝我們的慶祭公 慶祭公主委柯金彪進一步表示 由於疫情急劇升溫 關懷包裡面的有些物資並不好買到 廟方大概也是籌措一個禮拜左右 才把關懷包需要的物資湊齊 幫助有需要的企圖鄉親們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請到